有韩剧女王之称的42岁女星崔智友 上周四突然宣布婚讯 低调嫁给较往近一年的圈外男友 而婚礼一切从简 除了谢绝赞助跟礼金之外 仅邀请家人、亲戚及相熟的朋友等 约100名宾客到首尔某酒店出席婚礼 由于婚讯来得毫无征兆 外界相当好奇崔智友的老公 到底是什么人 而最新就有报道指 崔智友的老公是在IT公司上班的职员 年约30多岁 身材高挑之余 也是帅个一名 同时又有报道指 崔智友没有邀请任何一位圈内人士出席婚礼 所以跟他相熟的圈中好友 得知崔智友的婚讯都大感惊讶 不过知道对方想低调地举行婚礼 所以也没有致电打扰 另外拒之一对新人 已在上周六出国度蜜月 对于崔智友老公的一切传闻 崔智友所属的危机事务所表示 尊重一言不想公开的意愿 所以继续保密 不做任何回应 希望外界谅解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